有心人在公司论坛,发了一个当红杂子激素打几传的帖子,其他添字号老总打着给兄弟讨公道的旗号又添了一把火,再次把苏晓推到风口浪尖,集团上下都在怀疑赵显坤钱了他。 赵显坤为保苏晓,先是以玛丽亚不作为敲打他删帖,然后又去医院求黄李林给苏晓一个机会,最后在会议上,斥责公司元老躺在公劳不上不思进去,纵容这种行为就是自毁长城。 这波软硬兼施的操作,让管理层彻底明白赵显坤的态度,大家一致同意对苏晓的处罚,从降职改为和另一位副总经济师赵鹏互换工作。 黄李林中风真相和苏晓的处罚决定也随之公布,虽然帖子被删掉,但认为苏晓靠前规则上位的声音却再次甚消沉上。 当天下午,以杜鹃为首的天成声援团发声,用财务、造价、靠清三个数据帖子,证明苏晓的成绩是实打实做出来的,帖子下面还有结论,苏晓就是披着女人外表的男人。 然而,有人相信,也有人怀疑,之前他没有被赵显婚前,将来谁能说得准呢? 不管外界怎么评说,苏晓看着帖子泪流满面。 赵鹏和苏晓交接工作,对由谁负责继续追讨其他天字号欠款争论不下,最后,徐之平开版交给苏晓。 追讨欠款让苏晓吃尽苦头,又背了黑锅,因为天成交来的三百万是高息借款,赵鹏知道后悄悄传播,很快苏晓未充涅计,逼迫就上次高息借款还债的消息传遍集团。 苏晓心里有些忐忑,当初黄里林中风,赵显婚是第一时间让何从荣找他,现在他收到消息三天了,还没动静,这是不是代表他放弃自己了? 他紧跟着又捅出一个天大娄子,迷人也有三分脾气,何况赵显婚从来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。 赵显婚是第四天召见的苏晓,他看着苏晓开门见山,你看着挺聪明的,怎么会在同一个坑里摔两回呢? 苏晓巨石回答,第一次是真的,这次是假的,因为天成高息借款,还钱的消息是他故意放出去的。 赵显婚审视地看着苏晓要原因,苏晓将当初小区堵车夏明是如何激化矛盾,又如何解决地说了一遍,当然,他用朋友代替夏明。 苏晓活学活用,收下钱就是将此公司和集团的矛盾激化到不可凿合,如此赵显婚和集团领导才会重视问题,想办法解决问题,这就是不破不立。 赵显婚又怒又喜,你是我见过的员工中最狂妄的一个,人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,一道好,主动挑起矛盾激化矛盾,还大言不惭,不破不立。 让我来想办法解决,那我请你来做什么,吃白饭的?赵显婚说完,将茶杯重重一放,哐郎一声,惊得唐秘书和和从容大气不敢喘。 唯有苏晓稳了稳心神,继续狂妄,他先把在天成十来集团借款的遭遇告诉了赵显婚,又说了徐志平拒绝债转贷方案,然后责问赵显婚,天字号有问题,难道集团没有责任吗? 苏晓看着神色不明的赵显婚,认认真真道歉,提出承担所有责任,再给赵显婚带一顶董事长人善公正,心系天字号的高貌儿。 赵显婚冷冷地说,捅了这么大娄子,还妄想全身而退,有这么便宜的事吗? 你怎么捅的娄子,你就怎么修补他,你口口声声要给天字号争取一个公平,我问你,什么是公平? 苏晓等的就是他这句话,合并天字号。 合并天字号,是赵显婚大局中的一部分,他甚至想问苏晓,这使他猜到了自己的计划,还是不谋而合。 但无论哪一种,此刻的苏晓都给赵显婚带来太多惊喜。 赵显婚通过难度和功劳两个问题,对苏晓的决心程度掌握透彻,将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他。 没想到,为他已不想让别人再说他靠前规则尚未为由拒绝了,并提出曲线救国之策。 赵显婚依着他的意思,让他去负责招标,也算是惩罚吧。 苏晓高高兴兴地走了,唐秘书跟何从容也离开了。 赵显婚虽然很累,但脑袋却很亢奋。 苏晓既让他欢喜又让他警惕,欢喜他的聪明胆闯,警惕他的大胆不好收服,他看起来白净清秀,做起事情来像男人一样有攻击性。 苏晓开始负责集团西红门项目的玻璃木墙分包项目,董红接到林晓明只是中标后给苏晓送礼。 苏晓看到燕窝中的钱,立刻写下了贿赂公司与时间地点,送去了财务部。 几分钟后,集团炸锅了,赵显坤因为苏晓的大胆再次召见他。 这次,赵显坤没有开门见山,喝了茶又聊了他太太才开始进入话题。 苏晓一五一时地说,宏达以前跟我合作过,知道我的原则却还要送钱,我只有两个选择,留下从此被他们拿捏,拒绝就是上交财务部。 他们这样做,不就是因为我是总裁一手提拔又立宝的人吗? 赵显坤听懂了苏晓的话,点点头很是欣慰,他欣慰的是,苏晓始终站在自己这边。 林晓明的贿赂,真正目的是挑拨苏晓和徐之平的关系,让不干净的徐之平动手把人踢走。 果然,徐之平行动了。 徐之平以公司生意为借口,让苏晓陪他去根国土局曾副局长吃饭,苏晓硬着头皮去了,可曾副局长刚落座就语言轻飘,对苏晓动手动脚。 徐之平在一旁看戏还借口打电话跑了,苏晓忍不可忍,怒急之下给了曾副局长一巴掌。 曾副局懵了,说出是徐之平撮合的并明示过苏晓是靠潜规则上位。 曾副局长为了挽回颜面,谎称脑震荡住院了,赵显坤命令苏晓和徐之平一起去道歉,苏晓不服被赵显坤瞪了一眼老实了。 等徐之平走后,赵显坤表示了对他的失望,苏晓更气了战的笔直问赵显坤,就位一块地,我就该被当礼物送出去。 赵显坤不悦地说,不要歪曲自己的意思,他失望的是苏晓缺少处事不经的应变能力,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打人。 苏晓理直气壮的顶嘴,是他先动手动脚的,我的失败在于没有先把自己打成脑震荡送进医院。 赵显坤无奈地摆摆手说,你现在处于愤怒状态,我说什么,你都听不进去了,算了你别去医院了,我怕你把曾副局掐死在病床上。 苏晓乖乖道歉,声称自己脑子一热就动手了。 赵显坤又问他,现在冷静了,明白我为什么让你道歉了。 苏晓点点头,道歉是用来赌集团那些人的嘴巴,而不是赌层附局的嘴巴。 然而苏晓的道歉并没有堵住集团众人的嘴巴,虽然赵显坤再次立保他,但这件事情太大,关乎每个人的利益,所以苏晓被暂时停职,罚款,并发配到了下面的项目挂值锻炼。 对苏晓而言,挂值锻炼能避避风头,又能了解分公司运营情况,磨练自己,对将来进行合并偏字号有利无弊。